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平安宿州官微消息,一名26岁男子为吸引流量,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布虚假帖文称售卖甘肃地震灾区捐赠的羽绒服。 经公安机关调查,该男子已被依法刑拘,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 警方提醒广大网民,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,请勿造谣、信谣和传谣,共同维护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。 对于蓄意编造、传播散布谣言的违法犯罪行为,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。 此前报道显示,有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售卖疑似原住甘肃镇区的加拿大俄羽绒服, 但实际上已有2001件羽绒服全部送抵甘肃。 订阅新闻及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